大家好,欢迎收看,欢迎收看,欢迎收看,S1记录员,胜率98.06 不是,你这胜率还能涨的吗?上次97点几已经有点离谱了,98.06 这么高的胜率,他一定是经常在我们小黄车买零食啊 所以说这个胜率就涨上去了,真的 他经常买,大家可以学习一下,想要高胜率买了我们小黄车,打播广告 来看一下,律师祭司,拥兵加古董商,蛮好的这个阵容 有修游打,还有辅助,穿针,引线,救人也稳定,该有的都有了 但是打记录员的话呢,算来抓祭司,这个祭司是一定不能倒的 一定得保,一定得保,但路人局其实没有人来保的 这个时候比如说你古董商什么的,得过来保一波,这边的话带了个精神 他的记录员打的也是蛮丰富的啊 之前还带过那个放狗之类的,就是一些比较少见的技能 有自己的独到理解啊,这个是好事情 我觉得就是不能对吧,拘泥于当前就是 比如说在你之前的这些大佬,他们的一些打法 要有自己的想法,精神穿洞,这边一刀打中的是律师 好,这一波你还真别说这刀打中律师,节奏上面来讲还真不拽 这律师扛了一刀,这祭司你放走,待会给你连个大洞什么的 用兵一救人一穿好了,人没了 所以他只能抓这个祭司,这一波可以啊,这一波真可以 这一波打完了,古董商过来,精神都教了,得过来了 得过来了,祭司撑不住了,来完了,现在来的话就不太打得过了 或者说不太好打了,就是要人没倒的时候过来打 绕过来,躲棍,躲棍,躲棍,躲一棍 算了,我往回挂,好吧,不给你玩了 本来的话我估计他这边是想躲个,就如果说这边古董商出一个连招咔咔两棍 他可能会上去白嫖一刀 求人者现在的话要怎么打呢?在我的上帝视角,且我的经验来看 两个人打,佣兵,古董商一起来,佣兵,古董商一起来 他们得一起来,保守这个祭司,拿命换 比如说这边古董商拿命把这个记录人留下 这个祭司是不能倒地的,这个祭司是不能挂飞的 这个局,哎呦,打个双倒好了 祭司不够了,祭司不够了 现在外面的话应该是,律师这台修了30% 那么古董商这边还差一台整机,古董商还差一台整机 这个机子是肯定修不完的 除非这边,祭司能够有一个非常持久的26 但我觉得应该不太行 我大不了,这边底牌切闪嘛,对不对 先封一手律师的机子 其实最后要封的机子是谁呢?古董商的 最后要封的机子是古董商的,两棍,三棍,带的是困兽 现在的话一个机子,反手把古董商的机子押住就行 这边切闪,我觉得可以了 因为古董商,这里要切的有点久了,排板子可以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这个局已经是偏多抓了 偏多抓了,佣兵交自己 记录员精神CD好了,然后我这边死死的押住古董商的机子 外面得重新修,律师一台机子修掉以后得重新修一台了 这个局对于穷人来讲 要想打开门战斗很困难,看似好像 我不就差这一台机子,这台机子放心 别说是人家S1了,就是S牌的记录员,这个机子都修不完呢 两个人来修,两个人修后下的好眼,打一刀 这边砸个板子,哎呦,这一波有点亏啊 这波,等会儿,等会儿出了点小问题 交飞轮过来拍板子,先把机子封了 先把机子封了,这边的话找祭司 呃,这个我是没想到的,他这一手 这手被佣兵这块板子一拍的话 让这个祭司有拉开的机会了 当然他这边还是可以切闪,还是可以切闪 我们来看这边机子差多少,两个人再修 更多的还是要封这个机子,但是现在三个人修,哎呀漂亮 这关键一板,把我给开懵了,没办法 切船回头,随便找个人,谁都可以 傭兵有护币,他找的是律师还行 找的是傭兵,傭兵这边有护币 哎呦我天,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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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这就出大事情了,这波这一板子 让祭司拉开是真的,血都亏出来了 怎么,怎么这律师也有个护币啊 再拖,当然你说有没有翻回来的可能性呢 其实在开门战我觉得还会有 但是这个祭司放出去以后,现在可能就 比较的难再次,就你在开门战之前 你在挽留之前,你是没有办法再次去找到这个祭司 怎么又翻了个护币啊,我,刚刚是不是翻了个护币啊 这边,一个血流刀打中,好的,这边没有跳点 看到那边密码就在抖动 抖动伤 沈玉 这边给你封上,好,挂上佣兵 怎么的,手里有个人,这边的话 看见了律师 呃,机子的话呢 需要两个人压,祭司这边的话 重新起台机子嘛,其实我觉得 两个人压这台机子,祭司现在满血 其实可以连个大洞什么的 挂佣兵 傭兵上过一次挂,人被救下来 这边追律师,律师一个护币 他这个护币,我这个护币,这什么护币啊 不是,这个护币有点,有点离谱的嘛 绕了个圈圈啊 哎呀,我的天 机子够亮吗,够亮吗,够亮吗,够亮吗 够亮吗,够亮吗 封住了 呃,封住了,归封住了 但机子,这边祭司也在修 所以这个机子肯定能压好的 拖出了一个传送 我刚才这波护币,惊了我的 亮下了我的狗眼,什么情况啊 我得去快回放了 打一刀,密码机也点亮 律师是个白板 傭兵是个交自己 但手里有护币 这边的话,谁贴门我管谁 因为另外一边门我可以交沈月风记录 他得先交个记录 在这边吗 过板子,躲罐,没能成功 下板子有飞轮 哎呦,漂亮 这飞轮交的 封手门 这边 他以为封上了 结果这门没封上 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 哎呦,传送 门没开 三个人在这边跑 先追祭司 还有最后一口气 还有最后一口气 哎呀,这边的话 没有办法破这块板子 没有办法破这块板子的话 这边祭司 能击倒吗 因为古董商那边的门 其实是可以封得住的 这边的话 移速上面来讲 还有一个飞轮 哎呀 傭兵的门能开 傭兵的门能开 还没结束 还没结束 古董商 看一眼 好,看见古董商了 那边傭兵的门能开了 傭兵的门开了以后 傭兵过来扛刀 古董商这边其实19秒 哎,没有飞轮 有个飞轮跳地窖也行 看一眼地窖 傭兵肯定不走的嘛 傭兵走了 傭兵走了 拖飞轮 然后让他跳地窖 哦,看错了 飞轮不是 哎呀,那走了走了 飞轮是50多秒 刚看错了 我看了应该是别人的飞轮 看紧张了 哇,这把真的打的还是蛮精彩的 对于记录员来讲 真的就是 吃了那块板子 整个局斗崩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好